早安 太晚 又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搭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带您来关注银法族这个话题 我相信银法族一直是台湾社会近年来最夯的话题 不管是长照或是健康都太受重视了 那么最近呢消机会特别针对年长者的消费行为做了调查研究 而这个结果相当令人感到意外跟重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您连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黄怡腾律师 我们请黄董事长为大家来一起关注这个话题 董事长早安 早早主持人早 是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专访 董事长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根据这项调查 年长者有超过八成 他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曾经遭到被歧视的经验 我想请教您这个调查是怎么进行的呢 那么这个结果又凸显怎样的意义 是是是人口的问题 这个结构上的变化是我们要进行这项连长者消费环境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人口结构 这个这几年来在我们台湾地区 的确是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安议题 因为我们有注意到说我们台湾地区2300万的这些消费的人口里面呢 到了2025年以后呢 我们台湾会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到时候25%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人 那想想看到时候整个台湾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消费 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就65岁的超高龄者 总共575万人里面这些相当大一个比重 那所以我们消费者的年龄越来越高 那我们的消费商机的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就觉得很有趣 那我们也进一步的从统计数字发现 台湾的人口红利会在2028年消失 到时候就是说人口会减少 而不是继续增加 如到目前的生育率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有趣的发现 一方面是我们人口高龄的人口渐渐的增加 那我们也同时发现到几个两个现象 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上的财富 其实三分之二是掌握在65岁高龄以上的这些人里面 那也就是说年纪越大财富越多累积越高 因此这些有闲有钱能够消费的这些高龄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呢 那它的商机应该是不小 那他们目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商机 其实是越来越大 可是他们有些困扰困扰在哪里 那就值得去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 所以消极会特别和壮世代教科文协会 我们就合作办了一次调查 那这个调查是用问卷的方式来 网络问卷方式来办理 我们办理时间是经过设计以后 是选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大概在10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整理发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进行这个调查的时间跟背景因素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哦原来如此 那可是根据调查的结果 年长者他在消费的时候会感受到被歧视 通常是发生在哪些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从哪些个层面去观察 是是是这个是有更有趣的 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常常会接到 或者看到一些广告 都是针对年轻貌美 要不然就是要充满青春洋溢 可是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想消费 但是他们消费能力在哪里 这个常常发现说 那为什么你接到了一些宣传文案 或者是促销广告 老师会说这个是我们针对的是 只有根据年龄来区别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年纪虽然大 但他体能状况还是很好 他在消费上面 他还是有这个消费的需求 所以常常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把一些高龄 但是体能很好 智力精神状况 其实不亚于年轻人的这些消费族群 给忽视了 那这个一忽视其实就是一种歧视现象 你以为我买不起吗 你以为我不想消费这种类型的吗 所以消费者在进入比较高龄的时代的时候 他们往往发现说 这整个社会氛围对他越来越怪了 那后来我们也 其实我们这个教科文协会 或者是消极会 我们也同时长期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台湾因为第一个大家健康保健越来越发达 然后我们的营养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设施越来越安全 所以我们健康的人越来越长寿 长寿的人越来越健康 所以我们平均年龄向后来拉伸的时候 这些人他还是只要活在世界上 他都有这个消费的欲望 消费的动机以及消费的需求 所以他的商机其实是可以一直往后延伸 那我们商业界很可惜就是可能有些盲点 一直说年轻人要往下去扎根 但是扎了根里面就发现说 不是的有消费实力的老人家 所以教科文 壮世代教科文协会 我知道他们很注意这个议题 也因此他应该说从定义上要重新翻转 就是这些银法族啦高龄的啦 他们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更正确的名称 来恰如其分的表达 就是他们其实是壮世代 身体壮壮 精神饱满 口袋也满满 那这个消费族群其实是不容小觑 对耶 董事长您这么一提 我倒是突然就想到了 过去我们看到不管是卖这个 所谓的高钙奶粉 或者说是卖这些保养品 甚至于是卖药 才给老人家看 可是啊 其他的广告啊 怎么里面的这个model啊 通通都是要不就是美少女 要不就是这个年轻人 奇怪了 难道老年人没有需要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白白的商机 就对这些壮年人 他们自己也有消费需求了 其实就把他忽视掉了 老人家接触到就是你补眼睛 补膝盖 补骨骼 然后你的血糖高 血糖低 好像只剩下保养身体意图啊 对 他们想到说这些壮世代的 他们其实还一样的是上山能够爬 下海能够游 然后到了停进场 还一样的是能够跑得很久 所以特别是运动器材啦 你看这些好像都忽视的老人家 其实也有进场的机会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我们就发现到了这些情形 所以一直在呼吁我们的工商界 在行销文化的塑造 或者是商品的设计 或者是这个就是叫做 消费通路的在这方面的营造 大概一定不能够服侍这些壮临族的 这个消费的这个机会 或者会让商机白白的流失 是 那老人家怎么说呢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有没有接触到一些长者 那他们会自己怎么去表达自己觉得 对啊 我为什么要被歧视 或者说明明我就是有这些需求 我为什么不能看到这个广告 以我们为主角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因此呢 就设计这个问卷的时候 觉得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这是我们设计四大面向 就是说从产品 我们决定用四大面向来增测这个消费者 对这个 尤其是高龄消费者对这个态度的反映 第一个我们是从产品的这个内容 好的设计面向 第二个是这个消费的通路的设施跟环境 第三个是我们商业行销的文化氛围 还有电源对于这些高龄者接待服务态度 这几个面向 因为来进行问卷设计 那我们结果发现到设计的十二种情境 我们就发现到 总的结果是说 大概有高达八成以上的高龄消费者觉得说 我们目前的消费的反映设计 对他们是有其实的这个现象 哇哦八成 这个数字不是那种 不是只有一两成的那种感受 如果有八成的话 代表说今天我出去出门 我就已经觉得说 奇怪怎么这个对我来讲 怎么诉求不是我 可是今天是我要消费 好像把我自知度外 好像当成我是隐形人 不在的样子 或者说你来这边是你要消费吗 这是适合你来的地方吗 所以总是有这种被排斥的感觉 那特别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其中反映最强烈的 应该是高达快九成八成九的 就是这一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内涵 因为他们都反映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产品上面的包装 说明还有有关的这些标示 设计的字体不适合阅读 为什么 太小了 对 太小了 对 所以常常老人家要拿着老花眼镜 再戴起来才看得到 那商家也没有体贴的在这旁边 就放一个 有个你随时可以拿起来的放大镜 看一下 那这样是消费环境的不友善 他说我看不懂 或者是我看不清楚 那或者是说我忘了戴我的老花眼镜 看不到 那干脆就算了 我就不买了 这商机不就流逝了吗 他觉得说同样的这些商品 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大 或者是旁边设立一个更大的一个 大字型的一种说明 让说我看完以后 我决定要挑选 他们从始终觉得说 商品的包装说明的这个环境 对 在这方面是这种叫做消费入门的障碍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黄怡腾 我们请黄董事长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诉我们 介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报告 就是对年长者 他们在消费的时候其实受到了很多的歧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充分感受到这个消费环境对他们是不友善的 特别是刚刚董事长您举的这个例子 我是感同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年已经快要60岁了 你还年轻啊 还是年轻人啊 60岁当然是年轻 但是眼睛有时候视力的老化 或者视力的变化会比我们的年龄还提早反应 对 我特别就是要讲这个 我在帮我妈妈 我妈妈是86岁快90岁的人 我在帮她买这个银法族需要的奶粉的时候 我只看得到高盖几个字是很大很大的 可是啊 这个里面的营养成分啊 这些个说明什么的 哦天哪 那个字小的跟什么一样 我就在想 这种迎头小字啊 那到底是要给谁看啊 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 我真的想 是我眼睛退化的太严重吗 还是怎么样 就我问了旁边的很多我的同辈啊 大概也是这个年纪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也说他们真的是看不清楚 还另外有一个我特别觉得 我自己是已经觉得很很沮丧 我知道这个也许是给年轻人用的啦 就是我们去买这个CD的时候 有没有去买这个 对那个CD里面的字啊 小到啊 我真的我发现我即便是拿放大镜来看 我应该都没有办法很仔细看完 而且那个背面啊 就已经是整个底色是黑色的 然后整个字也是算是深色吧 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眼睛应该说是 吃力 对吃力的眼力吃力的人啊 来说那真的是不友善 我特别在想说 哎呀这个如果说这份问卷调查 能够来问到我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的大法一下 这些个对我们的歧视 所以董事长 那肖基会做这份调查报告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呼吁 我们也跟壮世代教科文协会 一起来做这个调查 所以我请教董事长 那壮世代协会所要强调的这个 消费平权刻不容缓的精神 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来落实它 在调品外观设计的时候 要亲切的体调到这个高龄壮世代 他们的这个体能状况的变化 那第二个是 我们有时候也比较一刀切的 比较客观的说 我们限定年龄 而不是以身体的实际状况 就有时候年纪 就在年纪超过65了 所以就不能这样 可是65岁有时候 他体能跟50差不多 所以或者是说老人家认为 当然就是一种退化的现象 所以就会强调说 这给男人家东西要简单 这个不要用脑筋就可以用了 其实有时候你花一点巧思 吸引他的这个 有时候他反而更有兴趣 所以在身体体能 要注意到他们体能 其实都还是很好 然后只是有些特征 要去迎合他 这样的一个设计会让老人家 获得更多的喜欢 那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基本上面的法规 比如说商品标示法 将来就应该针对这种 民民方面产生的这种歧视现象 特别也要去提醒一下我们国内的业者 一定在这套苗要体贴这些大量的庞大的这些高龄壮世代的消费的需求 这个是整个就是产业政策方面 我们国家从立法可以来改进的 这是一点而已 那这个年长的消费者 那您提到的这个有兴趣的商家 他可以透过什么管道去了解壮世代 他的理念 或者是我们就来参与吧 好不好 他们要怎么去参与呢 那个一方面就是像我们比较老牌的这种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消费会成立已经满42年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或者他固定的支持者 其实现在他们经过我们消费会 常年的这些推广或者呼吁倡议 他们都有很有这个概念 那只是说商业界的配合 是不是有赶得上我们这些叫做壮世代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恐怕除了刚才我讲法令面以外 在产业政策上面 我们也鼓励这些业者能够多多的这个注意人口变化上 他值以及量方面 这个高龄消费者的特色 能够好好地设计这个商品 这个是或者是营造通路环境 比如说在通路环境上我们一些叫做高龄或者壮世代友善设施 比如说东西老人不是老人家 就壮世代消费东西放在突出显眼的地方 然后环境让它方便安全 不要造成它挑选的不便 那设计的时候有些卖场环境 比如说可以多一些安全设施 然后或者是行走要用的这些电斧机 有些指导要弄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是壮世代他可能非常不像年轻人有迎接这些时尚 所以他们说会使用比较多的数位工具 所以商家在因为追求这个数位的这种载具工具的时候 常常忽略的说壮世代也许有个特色 就是我觉得抓起一把钞票 摸着钞票数一数付出去收回来 他觉得比较习惯比较喜欢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一直强调说 我们这个地方现用什么信用卡 现用这个手机 这个叫做手机支付 那我有现招出不了门怎么行呢 所以在社会上进步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 有些人觉得说保留现状也是一种优美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的人口结构 是一个变化必然的趋势 那靠超高龄社会时代也来到了 那他们这些多金拥有财富 那身体跟体能状态其实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这些他们才真的是金字塔当中的重中之重 所以消费金字塔的设计的时候 不要忘了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壮世代的存在 那他们的商机其实是远大于 可能越来越大于这些年轻族群 所以如果要好好的照顾 或者是满足这些壮世代的消费 我想我们现在的企业家 现在企业家强调是年轻的企业家 可能得好好挖空心思 来怎么样的体贴 照顾到我们这些壮世代的高龄的消费者的身上 是 那董事长 假定我们要鼓励壮世代 就是我们的年长者 其实可以鼓励他们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 对不对 我们要不要鼓励他们说 有些电子支付其实逼一下就可以了 那请我们的儿子女儿 孙子辈 帮我们设定好 到时候我们按一个键去逼一下就可以付费了 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有 其实我们有发现 实际上他们使用的这种数位设备 他们其实也首领很多也是杀手级的人物 那我们因为年龄进化过程当中 我们数位化的时代来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一直呼吁说 高龄者除了本身 壮世代除了本身头脑壮壮 智力好技能好以外 在时代感上面也要能够赶得上 因为事实上应该是说 不然是年轻或者是壮年的消费 如果能够 我们全台湾能够普遍都使用一些 更先进的支付工具 那这个相互对他们就成为消费主流 那这种数位化时代趋势 我们回避不了 那就应该在迎头赶上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商机 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壮世代 能够赶上数位消费时代的来临 怎么样把他 他买了很好的手机 那如果如何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些 这种数位支付的工具 让他出门更方便 其实这不也是一种商机吗 那你不要忘了说 你只叫年轻的要这样做 老年人其实他就想要这样子做 他钱里面很多可以付的出去 或是我们把他们演纳为自己招商的对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发现说 我们在目前的行销文化产品的这些设计上面 老师好像忘了我们这些老人家 或者是壮世代消费实力的存在 是 好 各位听众 你是壮世代吗 或者说 你是不是已经跟制品一样 这个眼睛稍微不行 但是呢 这个很想要有的时候觉得 今天要我犒赏一下自己 我想好好的去买一些东西 好好的吃一顿饭 那这个时候啊 你的消费能力应该受到重视 是不应该被歧视 菜单株要用大一点 越贵的要用的越大 这样一入眼前马上就敲了 这个其实 这是真实的情形 你让他觉得方便 他一定觉得是更想消费 人生消费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消费的快乐 让高龄者壮世代的消费啊 能够被这个支持 被鼓励被肯定 然后被一些的照顾到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就是说要消除他们被歧视的感觉 大家一定要往这方面去开发去思想 是的 我们也非常谢谢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黄怡腾 黄董事长接受我们的专访 董事长谢谢您 辛苦了 是是 不客气 谢谢志平兄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拜拜